高雄小港沿海二路近期机车道在失作过路排水沟 疑似防护措施并没有做好 结果造成四辆机车骑士误闯施工区 三个人受伤 更有两车是直接掉进沟区内 幽路人对此抱怨连连 而行建工程处表示已经加盖改善 并请24小时的一交来进行交管 避免类似的状况发生 也会协助伤者出嫌理赔 民众汽车行进高雄小港沿海二路 前方一辆机车骑士突然摔进大沟区 后方两名机车骑士看傻眼 赶紧下车关心受伤的骑士 对方躺在地上 手平平地摸背 感觉很痛 疑似是防护措施没有做 等待两天已经造成四辆机车骑士误闯施工区 三人受伤 其中还有两车更是直接丢进1.5公尺深的沟区内 还有骑士因此爆胎 诺批党感不明显 加上晚上视线不加 才会导致这么多名的骑士 误闯时工区域受伤 部首用路人也抱怨连连 这条沿海二路往林园方向的急车道 正在试作过入排水沟 上班时间这里车流量非常的大 就怕再有骑士误闯 施工单位甲派人手进行浇管 并且在排水沟的上方夹扑铁板 紧急做改善 唯一先有骑士撞倒胶围设施 导致后继歧视误闯工区 新公处表示 目前已加派依照24小时指挥 并且加强道路交管标示 避免类似的情形这次发生 同时也会协助受伤民众出嫌 理赔事宜 就往孟庭庄局院在高雄的采访不到